今天同事我拿来了一盆肉肉 让我给它处理一下 我也不知道这个品种是什么品种 看中心的椰片长得倒是蛮肥的 但这个呢原来是两盆 这个就在塑料盆上直接放着 我觉得基本没换土 因为是我告诉他了 在阳台养多肉一定要少浇水 所以他少浇水的结果 就是他几乎没有浇水吧 我觉得 底下的根几乎都没有了 这一盆呢 你别说上面的红胶胶长得还是挺好看的 他说主要的问题在于生虫了 翻过来看一下 但是这一盆今天我轻轻 稍稍用一点力 整个肉肉就从盆里拖出来了 根部全枯了 你看这白白的 估计就是他所说的 虫子应该是白粉湿 但是现在好像都是一些湿体 下面的这半间根子都已经枯萎了 它在上面上部发出了一些毛细根 那说明下面这边基本是不吸水了 他底下的这些涂用的几乎都是营养土 没有擦颗脸 而且我觉得周围土是很松散的 中间这块很实 估计当初栽的时候吧 整盆脱土 没有脱土 就像平常我们中绿植一样 整盆放进去之后周围加了一圈营养土这样的 其实在楼里种肉肉吧 我觉得还是应该给它换个土比好 比较好一点 中间这有一些红色的碎碎的东西 他告诉我这是因为要杀虫吧 用了一个办法就是拿了那个烟屁片 不是烟屁片 应该是抽了半截剩下的烟丝 泡的水 没有尼古丁 所以用来杀虫 这是以前我养菊花啊 养什么月季花 养绿植的时候用的一种杀虫办法 现在是不是用的这儿也蛮管用 所以我看都是虫的尸体了 既然这样的话我给它处理一下吧 先给它拿来洗个药浴 洗个澡 今天用的杀虫药是个叫阿里卡 这像在网上这余叔叔家 那一个大烹竹他介绍的 说这一个毒性很大 这一罐能兑一大瓶呢 所以今天往里滴一滴就行了 不敢滴太多 一定要找一个东西 换了换了 然后把它整个放进去吧 轻 行就这么先给它泡一会儿 这个也是 这个已经泡了有半个多小时了 我想时间够了 拿出来吧 这两天下来的任务是要给它好好地晾一晾根 放在个阴凉地儿 一晾一晾根 得晾干了之后再给它上盆吧 拿回屋 这是那天我们同事拿回来的之后 说有虫子的 我给泡了虫药之后泡了几天 现在根底完全晾干了 大家注意到的是它开上去比那天小了很多 确实呀 它周围有众多的叶子都给我从周围一圈给拔下来了 因为原来那一圈我觉得实在是叶子多凌乱 而且整个模样也不太周正 整整给拔了一圈叶子之后 我现在觉得它模样正经多了 还有这个小的也是那样 我给周围栽了一圈叶片 现在我觉得这个小偷小巧玲珑很可爱 那今天根量不多差不多了 那我今天就给它栽上吧 我给找了这两个盆 然后盆里的土呢 因为这个同时它的要求是 它希望长得健康一点 并不是像我们要把它控得又圆又胖 它就要求健康 活泼 所以它要求的还是有一定生长的 所以我跟那种土配的不是颗粒比 不是很高 大概颗粒比就在50%左右吧 泥碳多一点 这样我觉得加尔质试进去 我觉得便于它发根板 让它浮喷快一点 这个栽很容易 它就进去就行了 一会儿吧 等我栽完它之后在大家看成品 现在看一看 是不是现在顺眼多了 就是两个模样周正 这应该是叫什么品种呀 我觉得是吉娃娃 但是砍着好像又有点不像 我也猜不透它是什么品种 现在家里铺面试没有了 所以呢我暂时用了一些纯颗粒来代替 等过两天铺面试回来 再把它上面铺一层 好了 再好了 现在放到我院子里让它发根 等服装好了之后 再给同事送过去 麻烦它还在等一阵子咯 行了今天就这样吧 大家再见了